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 9月22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繼續來到 是22日 今天是秋分 再過兩個節氣之後 然後就到立東了 即是說秋天 剛剛都已經過了一半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剛剛的聯儲局是減息 減息 是50個點子的 即是減息是半利 減息一直都有不少 在香港的財經和地產分析 現在 減息是非常利好的因素 我們也和大家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探討過為什麼 香港 要跟隨美國 減息 因為 香港有聯繫匯率 美國減息是不是就是徹底的利好因素呢 這件事 其實 真相慢慢浮現 如果 真的好像 是坊間大量的財經分析和評論 跟你說 現在充滿利好消息 叫投資者 可以繼續投資 香港的物業 的話 問題又來了 既然 接下來 樓價會大升特升 你又覺得為什麼地產商 要急著 排隊放貨呢 所以現在其實他們的謊言 已經 是可以 很容易看得穿的 所以我們這一節要揭露 減息的真相 話說 香港的地產商 是有11個新盤要進行大運戰的 每個人 都要吃著這個減息的利好消息 瘋狂出貨的 恐慌再不出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出貨的 因為 香港的傻瓜 是買少見兆的 你又買了 我又買了 你沒有可能 買兩三層樓是不是 所以香港能夠接貨的人 現在 實在的數目 是相當相當之不足夠 我們也有不少聰明的聽眾 提出的 既然減息那麼利好 為什麼香港的地產商 不是趁減息的時候 大手吸納香港的地皮 連油塘灣 保地價也不肯保 再不保可能最後會被打罷了 其實真相說明一切 就是這個所謂減息的好消息 根本就是騙這個 普通的大眾 這個消息要變成利好 你還要配合所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 是宏觀經濟 香港經濟的復甦 還有沒有資金進入香港 還有大陸的情況 每一樣東西基本上全部 負面 所以單事減息 本身絕對不足以 是托起了樓價的 跟這個辣椒差不多 撤回辣椒之後增加了成交 但是就沒有辦法托著樓價 我們一起跟大家盤點一下到底 減息之後有多少個新盤 推出的 首先 當然是新鴻基 新鴻基將會有啟德天璽 天一旗 發售的火數是906 大部分都集中在這個啟德 第二個 中國海外的 有這個叫做啟德維港 一點然後雙鑽 足足有702火 然後有長實和港鐵 的黃竹坑 Bull Coast 早前長實還出來說 如果 買家 不想清楚 他們絕對會繼續追求差價 叫買家要自己負責 所以不在現場出現 就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而這個Bull Coast 也有558火 真的有排數下去 然後又來 是新鴻基 是元朗Yohu Hub 足足有469火 好 啟德一早就跟大家說的是重災區 啟德 就是有匯德峰地產 恆地 還有新世界 還有中國海外 是啟德Double Coast 361火 然後還有新鴻基地產的北角海船2 又有228火 你會看到就是明顯地 在香港的樓盤 火數少很多 因為規模較小 在啟德那些 通常都是巨型項目 所以 一賣就超過900火 香港的地產相當誇張 因為 在外國 例如英國 加拿大 對於 大地產商來說 一個200個單位 的樓盤對地來說 已經是一個超大項目 香港是動輒 要搞幾千火的 相當誇張 現在就是出現大問題 然後還有華貿和市建局 在長沙環的樓盤 這個是東京街項目 還沒有名 單位數目198 還有英皇國際在跑馬地 的溫炸電綠牛 123火 然後還有麗辛 的元朗 上泊有112火 然後還有兩個 一個叫做 西盈盤 半山明匯 一個叫做西半山 Upper Central 足足加起來 在減息之後 足足有3千 八百五十三火推出的 跟 一大堆 地產經紀 還有 財經分析跟你說的相反 地產商趁著這個時候 是瘋狂地 趁減息推出樓盤 明明減息那麼有利 他們的 成本 應該下降了 竟然 就是繼續大大力力推 不封盤 團職 這個貨源 好了 連續 是11個新盤大運戰 到底是名益香港街坊 還是找水域呢 其實應該大家心中有數 我們有理由相信聯儲局減息絕對是今年2024年 是樓市 差不多 是最後一個 好消息 基本上是 不會再有任何好消息 現在不斷在吹奏 就是這個叫租金回報率的 他們近期 知道再說樓價上升 都沒有人相信的了 轉移 是不斷轉移 這個叫私樓的 租金回報率的 現在跟你說 租金回報率由於樓價下跌 所以回報率不斷攀升 最高第一名 是沙田第一成 租金回報率有4.3厘 我也不一一讀給大家聽 大致上維持在 4厘多和3厘多之間 但是這個回報率是不是真的有意思呢 如果樓價再進一步 下跌20-30% 如果下跌20-30% 等於你不見了 那4厘多 乘 乘8的話就大概等於 是32 8.4.32 即是說如果樓價下跌30% 其實你8年 的租金回報 也彌補不了 當然不要 當下跌那麼多了 當下跌一成 當下跌12% 足足都是三年租金收入來的 還沒抵得下跌 所造成的損失 所以 這樣算租金回報一點意思都沒有 而且你更加不知道 到底這個租金是不是可以 維持到三年之後 畢竟因為現在多了人選擇租樓 所以 租金似乎有所上升 而且租金回報率上升 也不是 全部因為 是 租金上升 而是因為樓價下跌 所以造成回報率好像上升 好了 再算下去 所以應該 租金回報還可以上升 所以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買 就是你把自己 鎖定了這個租金回報 地產商之所以吹奏 是這個租金回報率 是因為知道 再說下去 根本也沒有人賣樓 現在算下去 可以有的利好消息 9月份這個 減息已經是最大的 就算聯儲局再減息 還是同一件事 所以 完全看不到 香港的樓市是有甚麼原因 忽然之間 可以 是 掉頭回升的 所以請各位 真的要小心了 我們認為後市萬事皆控 什麼時候有好消息的現象呈現呢 就是香港地產商 不再退盤 跟你說 這個市太好了 我封盤不賣 還要不斷投地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的時候 你再告訴我 好 那我們今節 最新的樓市的分析 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請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